所以妳是說球員 可以跟妳餐廳明星是不是 不是 其實我有時候譬如說 去誰的 譬如說一些男藝人 或者是一些球員的生日 然後我可能就是 可能今天是跟佳軒或思佳 一起去逛街吃飯 然後我就會邀他們一起去這樣 也不是說 一定就是會開一個什麼名單之類的 妳明星比較喜歡球員還是醫生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球員比較適合我 年輕生比較求人 錯話妳也說得出來 結婚了他應該要講醫生 好啦 玉琳哥我們兩個坐在一起 等一下… 剛剛思佳我也幫他湊合過一次啊 思佳 思佳整個就太男人了 妳是在KTV 講話又太直氣 而且那一次也是建民哥在 那一次是建民哥 思佳跟彩花姐 汪建民怎麼那麼多局啊 對啊 建民哥我也介紹個幾個給他過 他也是 而且你介紹球員 他就成功了 因為他也愛打球啊 小明不用啊 他自己就很囂張好不好 所以王思佳妳有安排的 而且那一陣子 這樣對嗎 建民哥真抱怨 對 對這一集根本是建民哥的特質 反正她已經... 因為彩花 這個彩花姐講的 彩花姐就把我拉到旁邊 因為我們一直在錯 就是要介紹我一個 婦產科朋友的弟弟 給他認識 給思佳認識 因為思佳也是在講說 他都沒有男朋友 叫我拉到旁邊 對 然後彩花姐 有到一直去嗎 然後彩花姐就那一天 很不思向就跑拉到旁邊就說 妳怎麼這樣 建民哥現在在追思佳耶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什麼時候的戲 好近到喔 真的啊 而且她說彩花這也是亂來的 真的 她說建民哥很喜歡思佳 妳不要亂介紹 而且思佳不能留下來 因為那一次是思佳跟那個看隊員的 然後她想要留下來 但是建民哥跟彩花姐要走了 然後就不放心讓她一個人留下來 這樣 所以妳說的是 妳不要留我 沒有 沒有 我要幫建民普通 建民是出來玩 像我們有時候去唱歌或節目 建民是很多女孩子 比較放心的一個男生 真的喔 就是你不管是你酒喝多了 或怎麼樣 她是 因為她不喝酒 對 她不喝酒 她是非常非常清醒 不管你們玩多風 她還是非常清醒的 她永遠都是那種 她永遠記得 對 把她的包包壓在最上面 真的 她老婆 所以那是為什麼 因為她很潔癖啊 她不要她的包包被人家的壓 對 她說我什麼的整個這樣 Vicky妳先生 其中很有幫別人做過美 有 有滿多的 為什麼 就是她周遭的朋友 可是我們都是覺得是說 有一點把握才想要去見 有成功的嗎 有成功過 而且也是女藝人 誰 但是呢 不方便說 因為我今天 我今天是不想走玉琳哥路線 我為了保護 現在在耍我對不對 沒有啦 妳說那個女藝人 妳介紹成功了那可以講啊 對啊 後來還是分手了 結婚 但是我們一直以為她們會結婚 因為已經在一起一年多兩年了 肯定會想要 肯定會結婚 所以那個男生不是藝人 不是 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圈外人 然後長得也不錯 也是留加拿大的 然後氣質什麼都很好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個 女生是藝人 對 以前是空姐嗎 不是 其實跟 小S跟秀琴都有一點關係 我的分量嗎 我一直跟秀琴 不是 不是 佩慈 不是妳朋友啦 是妳們公司的 那個問題 劉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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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甄喔 劉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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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啦 就是劉甄 劉甄啦 我來了 劉甄 劉甄 妳繼續講 妳繼續 劉甄 你們不要逼我 名字跟秀琴一樣 秀琴 秀琴啊 秀琴 妳也剔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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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剔下來 也還好嗎 我這 是不是我真的不懂 名字跟秀琴一樣 跟直接說出秀琴有什麼差 他終於是一個秀琴的男朋友 就是妳跟製作 是請秀二手創的秀琴喔 我們這集夠了吧 差不多了 對 OK了當然 秀 妳幫秀琴介紹一個圈外的企業家 不是 也不算企業家 只是說很多連鎖的東西 都會在滾 她的職位是 某個餐廳的高級職員 妳也知道 高級主管 而且連尾忠哥都 本來都很看好的 對 結果呢 再起多久 一年多快兩年吧 那算成功耶 成功嗎 有撕破臉嗎 還是不是很... 沒有 就和平分手 就是可能秀琴覺得她 還想在事業上面多衝刺 對 還好我那天... 我那天呢 妳怎麼會成了 突然它變這麼低啊 還好她講出來 我那天... 我那天打電話 妳怎麼交往那麼久 還要在事業上衝刺啊 妳覺得說有什麼好衝刺 為什麼不嫁人 我是... 不是嗎 寶寶 你覺得不覺得 他們兩個超合 可是連外表都很燈 超超合 對啊 我們後面還有故事 就是連外表都很燈 對 小巴真的對她的姐妹 她說很差勁 因為她甚至連 好沒品喔 納豆還需要介紹吧 妳是扮演姐妹 她要推入補坑嗎 是因為我那個姐妹 她真的太久沒有交男朋友了 然後她選個納豆 對 但是她又是我朋友之中 唯一會喜歡胖男的 照片中是誰 粉紅色那一個 其實我那時候要介紹 所以現在是要把照片 也登出來嗎 就這七個那個 就是你腳培嗎 我是為了攜帶胖面 所以拍這合照 合照 沒有 是 沒有 是 五六 還少兩個 那是妳旁邊那一個耶 所以妳介紹哪一個給納豆 納豆喜歡的有兩個 就是我現在站在那邊 兩顆胃嚴胃口也太大了 她在照片裡可以選兩個 這兩個 納豆喜歡這兩個 然後一個就比較白 一個就比較黑 所以每一個男藝人 可以選兩個嗎 沒有啊 就是看他們想要 想要誰 所以妳是有 妳有那個打勾勾的單子對不對 納豆嗎 是跟那個紅茶店那個 沒有 納豆那時候是真的很喜歡她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其實納豆私底下 因為她也是嚷嚷著 跟我說她要交你紅酒 妳放心把人介紹給納豆 所以我那時候還在觀察 其實我才剛認識納豆的時候 就是最前面那兩個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 有跟納豆本人碰面嗎 都有 都有 然後就是她都喜歡 後來中間的白的那個嫁人了 白的那個早上還好 白的那個不喜歡她 然後黑的那個是唯一會喜歡胖子的 OK 然後我就想說那真的希望很大 胖子要過來 結果結果就後來 他們會自己約出去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哇 那進展很好 然後其實我也在觀察納豆 她這個人喔不OK 是 結果後來認識納豆 就比較熟了之後 我就有跟企鵝講說 那妳就還是 先不要 好會喔 還要玩大 這肚子要玩大 不是 這肚子要玩的啦 因為我那個 我那個朋友真的很奇怪 你也玩OK一點的 不是 我那個朋友真的很奇怪 他真的只喜歡胖子 那白雲也可以玩 那白雲哥還有OK 白雲哥 白雲你也可以玩啊 你就有年紀比較大 張克帆你也可以玩啊 榮祥你也可以玩啊 所以那都是比較年輕一點的啊 OK 那選張克帆還好一點 對 然後以後 沒有來就沒成就對了 後來又有一次我們去 我跟我那幾個姐妹 去吃火鍋的時候 然後那個納豆 就是追了一年沒有追到 然後結果後來納豆喝醉了 我們遇到 在那個火鍋店遇到 然後他就是一直看到 那個女生叫企鵝 然後他就一直 好 我們吃火鍋 我旁邊是小鐘哥 然後他就坐在小鐘哥旁邊 然後我們中間有個簾子 然後納豆就一直打開門 打開 然後遇到嘛 就打招呼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知道他喝醉了 然後他就一直 他還在我們吃火鍋的當中 他就一直打開簾子說 氣餓是我的 氣餓是我的 他就一直講 然後那一段 小鐘哥就很尷尬這樣看著他 我知道 然後後來就 他怕小鐘搶氣餓 對 然後後來因為 我們還有很多人 小八是我的 對 整段故事他不小心偷漏自己 而且你剛剛有偷漏自己 他旁邊說你有點猶豫 對 小禎你 小禎你知不知道 所以小八跟寶媽是情敵 對 可是我也好喜歡小鐘 我對小鐘好可愛 你閉嘴 你真的是 沒有啦 然後 但是我覺得他就沒有一點虛 而且他們兩個是 一大我女 差距最大的情敵 他哪有聽到 你們有聽到 所以當時小鐘聽了納豆說 氣餓是他的氣餓 然後小鐘就點頭說 好啦 氣餓是你的 然後就說 小八是我的 小八是我的 好 結束 你真的要換耶